有少年劍神之稱的劍擊運動員張家朗 在今屆東京奧運男子花劍個人賽 湧奪金牌令人振奮 翡翠台全程直播比賽過程 奪金一刻收視近錄得21.1點 高達140萬觀眾見證這個歷史性時刻 直播取得20.2收視 可以說是全城關注 一眾奧運主持在廠裡非常激動 我們當時在廠裡 將時間交給我們的專家評述 因為他們是專項 他們跟我們作技術分析 其他同事不發聲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大家都很緊張 當時最後一劍之後 我想我們因為在廠裡 我不知道周圍的環境是怎樣 不過我猜大致都一樣 最後得到那一分 全廠的人都跳起 我想跟香港市民一樣 昨天真是腎上線數去到人體最高的境界 因為昨天有很多賽事 關於港隊 很清楚 尤其是我們現場 昨天有機會說到張家朗的晉級 我們有看八強和四強 哇現場我們喊到 都已經擺下了主持專業的中肯 沒有辦法 我們一定是支持港隊 一定是有偏心的 是的 朱珠 我想說這樣做Live 即是一起看 比起你說自己在家看 那個氣氛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在廠裡的同時 一直看著那個比賽 即是可能它反敗為勝 落後再追上去 大家那種激動 是全場一起喊出來的 沒甚麼可視 即是連幕後的同事都一起喊出來的 我們所有 例如燈光、收音的攝影師 都已經站在電視屏幕前面看著 張家朗真是我的偶像 我的英雄 其實這屆港隊 真是精英混雜的 所以鍾Sir、鍾志光 都看好他們會在奧運取得好成績 因為另外其實 游泳、學師培 都好的 這件事都很難得 我想今屆 其實雖然我們經常口中說 不要講獎牌 不要講獎牌 但其實我之前很多朋友 我都公開表示過 即是我覺得香港今屆 是有機會拿三年的獎牌 甚麼顏色我不知道 現在有一面到手 接下來還有幾位選手 只要他發揮正常 是可以拿到的 即是我們經常說 喂 你是不是盲撐香港隊 盲撐香港運動員 我們當然不是 因為我們有留意他過往的往績 這些運動員 已經在他的本身專項 達到一定的水平 甚至你看到 以他的成績計 如果你說游泳的成績計 他最好時間 是可以入到拿牌的 所以我覺得很正老 只要一件事 發揮正常 不過很重要 就是加朗這邊的金牌 我覺得很重要 是甚麼呢 就是令到整個香港隊的運動員 可能背負的壓力 包袱 放輕了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繼後 還會有好表現 是 更加可以發揮到更好的 我有信心 絕對有信心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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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